经常从美剧里看到一个家庭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的话,花都往碗里倒谷物圈或者玉米片,再加一点牛奶,吃得特别香,但到自己这儿就纠结了,孩子一看见这些谷物圈就是玉大增,和这些五颜六色的像零食一样的卖圈,确定要给小孩吃吗? 在大家对宝宝食品的留言中,谷物圈玉米片的呼声也是最高,不少妈妈都有这样的疑惑,那谷物圈给宝宝当早餐是不是健康的呢?看起来很像横花食品,能不能给小孩吃呢? 先说重点,总的来说谷物圈是很健康的早餐选择,尤其是很多谷物圈都是粗加工的粮食做的,富含纤维和多种营养素,不少谷物圈和玉米片,还强化了一些营养素,比如铁,铅,钙,但是市面上的谷物圈多种多样,包括的谷物成分组成是有差异的,其中一些添加了人工色素,人工甜味 记得我不太推荐,还有一些加了不少盐,也不适合小孩,所以大家在选择之前,还是要别忘了留意一下配乐表和成分表外,几乎所有的谷物圈和玉米片都加了糖,不同形式的糖,只要不是富于高糖,完全可以根据你和孩子的口味偏好来选择,如果说一件一定要吃点甜食的话,把甜食放在早餐来吃,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甜食并不是禁止的,只是需要适当限制,注意吃过甜的食物多了,可能影响的胃口,从而影响食物的多样性,所以注意,糖要适量,适量,适量。 在我们讨讨论什么样的谷物圈,玉米片是更优的选择之前,先来看看为什么早餐很重要,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早餐,健康的生活需要什么样的早餐,决定了,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谷物圈玉米片。 早餐的重要性,早餐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它不仅能够提供一天的启动能量,稳定血糖,而且一份营养丰富的早餐,也为一天的健康与积极的生活开了个好头,带来好心情。 对血糖的影响,身体从碳水化合物,获取能量,并将其分解为,被称作葡萄糖的糖类。 早餐以最近的一顿晚餐,通常有12个小时左右,在一夜不进食的情况下,葡萄糖被消耗殆尽,作为替代,身体开始消耗肌肉中储存的能量,诸如糖原和脂肪酸,而大脑又是耗糖大户,不能及时补充能量的话。 将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和记忆力变差。 早餐需要非常丰富,几空持续的能量,才能让一天充满活力,对消化系统的影响。 规律的早餐摄入可以刺激于鸡蛋汁释放稀释,防止胆结石与胆囊腺肉的形成。 有胃肠疾病的人,更要重视早餐,经过一夜的消化,胃里食物排空,被酸长时间刺激,可能会使疾病加重。 定时吃早餐也可以刺激肠胃蠕动,形成定时排便的规律,降低支穿风险,对代谢系统的影响。 早餐除了有生理上的诸多益处,更是一种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 研究显示,一顿健康的早餐可以帮助孩子在学校更好的学习。 吃早餐的人也往往比经常不吃早餐的人。 有更高的出勤率,有更健康的情绪,更少接触高糖高脂的零食。 维持健康的体型与积极的心态。 什么样的早餐是健康早餐? 一本健康的早餐必须包括中衡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以及纤维素,以保持整个上午稳定的能量水平。 对于婴儿和学补儿童,早餐可以是米糊,鱼可以是苦物全韵米片、牛奶和水果。 学龄儿童和青少年和成人的早餐类似,可以选择粥、低糖全卖古类食品、煮鸡蛋、煎蛋、全卖面包片、水果和酸奶。 注意我,早餐中一定要有主食及碳水化合物,可以高效率的转化为糖类物质,并且演绎于奶类的吸收。 但是主食最好是粗加工的,并且种类丰富的,可以提供更多的维生素、矿物质等其他微量元素。 而一,穀物圈可以是由许多穀物成分制成,比如大米、糙米、玉米、小麦、燕麦等,玉米片这种包片,也不一定是玉米这种穀物做的,也用其他粗粮来做。 以下是挑选穀物圈、玉米片的要点。 01,出加工的全穀物制成,大多数穀物圈玉米片都把全麦燕麦、糙米或者玉米粉作为第一成分,而且大部分都有70%以上的含量。 如果想要增加早餐的多样性,可以选择由多种穀物组成的穀物圈,可以集中混着吃,也可以换着不同的穀物圈、玉米片吃。 02,住一成分里添加了各种形式的糖,一些穀物产品被剥高糖包裹着,这就违背了健康早餐的初衷,添加过多的糖,如果再没有丰富的别的食物配配的话,酒吧本该营养丰富的早餐变成了甜点。 不同的穀物圈家的糖类不同,比如有蜂蜜、有蜂糖、有椒糖、有葡萄糖浆等,有时候甜不甜,决定了孩子吃不吃。 在适度的原则下,甜度和具体的甜的风味选择,可以根据你们的个人喜好,孩子每天吃多少糖算是适度了。 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发布了有关策略和儿童糖摄入的指南。 强烈推荐人们限制有蜂糖的摄入,把摄入量控制在每天总能量摄入的10%以下,最好能进一步限制在5%以下。 下表列出了2-10岁的儿童,每天总能量10%的糖的分量,如果控制在5%以下,则在减半。 2岁,每天少于13克,3岁,每天少于15克,4到6岁,每天少于19克,7到10岁,每天少于24克。 这次买回来对比的补物圈和玉米片里,有的一小碗按大多数包装上推荐的21克补物,每一餐分量计算,大约哈糖2-5克,有的含糖约18克。 显然,18克有点过头了,建议选择哈糖量低一些的,最好每份不超过全天总能量的5%,上表中数值的一半。 如果想要吃灯的甜一点,可以加一些新鲜水果,或者加少许果干。 水果或者果干虽然含糖非油鲤糖,但它们在增加了早餐的部位的同时,还补充了多种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营养。 口味和营养同时都满足,这个交易当然好过于只满足口味,只添加糖。 第三,部分营养在加工过程会被破坏。 糖花是一种加工方式,是利用高温和压力,让穀物的结构发生改变,充满空隙,变得蓬松。 尽管穀物的一些营养成分,在挤压的加工过程中会被破坏,营养价值还是不如直接吃天然食物。 比如直接吃云里,直接试验卖不那么好,但是,补养圈有趣啊,可以说是非常棒的牛奶伴侣了,特别是对牛奶不太感兴趣的孩子。 爸爸妈妈可以试试用一些形状特别的补养圈来吸引孩子。 比如这次对比补养圈后,我就跟牛牛留了一个字母卖圈,还有一些用天然色素染色,比如用胡萝卜,菠菜等种色的彩色卖圈。 也可能吸引到一些孩子的注意,因此,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化物质,取得穀物圈和玉米片,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化物质的微量元素,比如铁,维生素费,加早餐的营养更均衡。 根据孩子具体的营养状况,可以考虑优选一些强化了部分营养的穀物圈玉米片。 比如,如果孩子有缺铁性贫选,就可以选择强化了铁的穀物早餐。 零五,看纤维素含量,在选择低糖的穀物基础上,可以优先选择每小份约21克至少纤维含量1克的穀物。 不管纤维含量不够,都可以再加入一些坚果酸3岁以上,水果蔬菜是以你家孩子的软硬和大小的。 千万不要忽略了果蔬,如果孩子平时吃蔬菜水果少,也可以考虑加一些在古物牛奶里。 尽管传统的中式早餐是不包括水果的,但早餐其实是吃水果的好时候,因为睡了一觉起来血糖水平比较低,身体需要补充一些贱燃糖分,而且早上起床时也常常会有些口渴。 这时候喝一杯牛奶,吃点水果,也不需玩补充水分的方法哦。 PART 2 经过一些妈妈的推荐,并搜索了一些热销的款式,我买回了这11款古物春和玉米片,通货成分量比较,并体验它们的口味。 因为大部分古物嫩食品都建议每餐食用量约为28克,而建议4岁以下的小朋友的食用量为21克。 所以下面所有的数值都写出了每一小半约21克的含量。 数,其中要红了高糖的数值含量,大部分古物圈在宝宝鱼岁以上食用。 1. 加勒式古为子麦圈,每100克的糖含量,自12克,每一小半约21克含糖量,8.82克,每100克的纤维含量,4克,每一小半约21克纤维含量,0.84克。 2. 加勒式这个品牌是超市比较常见的,也是妈妈们给自己的宝宝尝吃的一个品牌。 2. 口感,质疾偏硬,适合喜欢脆脆口感的孩子,有些甜。 2. 美国浩克家蜂蜜果园燕麦圈,每100克的糖含量,36克。 每一小半约21克含量,7.56克,每100克的纤维含量,6.7克,每一小半约21克纤维含量,1.41克,一个主打儿童古物系列的美国品牌,还有各种口味的古物圈,玉米片。 这一款古物圈添加了好几种糖奶来调味,有些甜,但口感不硬,一咀嚼,泡牛奶也是软软的,加热一下会更软。 3. 日本日清玉米麦片,每100克的糖含量,87.5克,每一小半约21克含量,18.38克,每100克的纤维含量,3克,每一小半约21克纤维含量,0.63克。 口味,味道还不错,既轻薄又清脆,又牛奶一泡软,但是糖含量实在有些高。 4. 加热式香甜玉米片,每100克的糖含量,10克,每一小份约21克含量,6.3克,每100克的纤维含量,2克,每一小份约21克纤维含量,0.42克。 口味,名副其实的香甜味,有些黏牙,加热式原味玉米片甜度骤然下降,我比较推荐原味的少糖厚,买香味更重。 5. 介绍脆固的补物圈,每100克的糖含量,18克,每一小份约21克含量,3.78克。 我们很熟悉的品牌,在超市里很容易买到的补物圈,口味,含无种补物,从卖圈的颜色就能看出,是由不同补物成分制成的。 味道就像小时候吃的爆米花,含糖较低,有淡淡的米香。 6. 介绍风雨米片,每100克的糖含量,15克,每一小份约21克含量,3.15克,纤维含量,不标志。 6. 虽然含糖量很低,但每100克的那含量,竟然达到了1000毫克,就这一点来说不适合小宝宝使用。 7. 口味,口感酥脆,不大甜,但味道咸。 7. 加的是玉米片,每100克的糖含量,9克,每一小份约21克含量,1.89克,每100克的纤维含量,2.6克,每一小份约21克纤维含量,0.55克。 7. 这一款是加了是原味的玉米片,就不像香甜玉米片那样添加了很多糖,是一款低糖的玉米片。 7. 口味,玉米片很薄,一泡开,口感清脆,玉米味浓郁。 8. 确炒玉米片,每100克的糖含量,10克,每一小份约21克含量,2.1克,口感清脆,但有点硬,适合泡牛奶,不咸不甜,有玉米香味。 9. 英国的小熊字母虎物卖圈,每100克的糖含量,12克,每一小份约21克含量,2.52克,每100克的纤维含量,7.2克,每一小份约21克纤维含量,1.51克。 英国小熊是英国甘做健康儿童食品的品牌,这一款是高干,多虎物纤维的低糖虎物圈,还有26个字母和工小宝宝便吃便学。 口味,松脆都适中,不管是干支还是泡牛奶都很适合小孩,卖香味,微甜,甜味特别,深,通用木房原味卖圈,每100克的糖含量,3.6克,每一小份约21克含量,0.76克,每100克的纤维含量,10.7克,每一小份约21克 纤维含量,2.25克,这款的纤维酥添加量很多,是很多美国小朋友选择的一款国民补物圈,口味,很蓬松的口感,软硬都适中,不甜,危险,纤维感较明显。 11,爱拉厨房有机麦圈,每100克的糖含量,1.3克,每一小份约21克含量,0.27克,每100克的纤维含量,7克,每一小份约21克纤维含量,1.47克,爱拉厨房,妈妈们都喜欢的品牌,在美国高端应用的食品品牌,这款麦圈是有机的,无糖无盐,口味, 质地很松软,而且不甜,苦物原味,很适合小宝宝作为手指食物,早餐坚固口味和营养,多样搭配最重要,其实我家里很少吃苦物圈玉米片,吃的人主要是我,刚生完小油,我半夜加餐,常常就去混吃多种圈卖卖圈,喜欢吃巧克力味的,泡牛奶真的很美味,有段时间,拥有喝牛奶时, 总想蹭我的卖圈吃,我也会分一点给他,后来我的夹餐换成了更健康的混合穀物泡牛奶,至于早餐,我家吃面包比较多,通常都会包过鸡蛋,水果,奶制品,我给牛做的早餐一般是下面这样的,包含水果蔬菜,鸡蛋,牛奶,面包抹化生酱,偶尔有肉, 按照少饭量,多搭配的原则,其实市面上大多数卖圈玉米片,都可以作为丰富早餐的选择居一,其中一些专为儿童设计的原味卖圈,作为零食也未尝不可 关于幼儿食物它配的建议可参考以前的文章 Rose Car How to Choose Breakfast Cereals for Kids HTTPS www.HealthyFoodCodeNZArticles2006 Hectober How to Choose Breakfast Cereals for Kids 2016 Cereo Clock When Can Baby Feed Cereals? HTTPS Giant Money COMW HEN-CAN-BABIES-PAT-C-HERIOS 2016 James Gallagher Peace Delivery Too Much Breakfast Sugar Warning HTTPS WWW BBC COM News Health 38467861 2017 如果喜欢,请转发分享 关注夏天的陈小书 回复一下关键字 就可以看到对应的推送了 回复怀孕育育知识 运气疼痛 运气营养 运气美容等 回复哺乳开奶 抹乳肚足怎么办 抹乳成分 哺乳气用料等 回复奶粉配方奶知识 及奶瓶味羊 回复乳腺炎长奶 抹乳过多 怎么办以及如何积奶味羊 回复失诊 了解 婴儿失诊 回复生病 关于感冒 打寒 发伤 咳嗽 便秘等幼儿肠健病 回复睡觉 婴儿睡眠知识综术 健身儿睡眠安全等 回复头型 迎合树造宝宝的漂亮头型 回复师傅 服食食材 与师傅末路 回复儿哥 儿哥 精选与推荐 回复汇本 汇本推荐 书单 亲自共读等 回复双语 双语 英语学习 回复刷牙 儿童牙刷的选择 刷牙方法 牙膏用量等 回复语言 语言学习 语言发育吃饭 回复文特梭利 文特梭利游戏 回复生长曲线 正确解读 生长曲线 谈判断孩子的发育状况 回复不吃饭 孩子不吃饭 怎么办 回复腐食了解 关于孩子腐食添加的一切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